人才是企業發展的重要因素 要吸引及留住人才 薪金以外、福利亦成為最大誘因 作為健康及保健夥伴 信樂環球保險適拿為合目提供各項保障 與此同時 公司亦都設計出個人化的人才管理方案 主要有三大要點 我們由2017年開始 我們將我們的醫療保障其實畫一了 不再分任何的積極 我們亦都打破了傳統 因為很多醫療保險都會覺得 情緒病是比較困難去處理 現在其實城市人很難完全沒有情緒上的問題 所以我們覺得應該要正視這件事 亦都提供了這方面的保障 除了傳統上 我們已經有14個星期的產假 4個星期的時產假之外 如果很不幸地同時的家人是有一些重病 我們亦都會給四個星期的有生假期我們的同事 讓他們可以有個選擇 在那個時間陪伴他們的家人 所以其實我們想一些政策的時候 然後盡量都是希望有一個空間 讓我們每一個同事根據他們自己 無論工作上面還是私日生活上面的需要 去到決定自己工作的時間 地點 除了工作的時間和環境之外 我們公司亦都有一個政策 叫做Dress for the Day 叫做Dress for the Day 其實就是我們相信我們的同事的評判 每一天根據他們自己的日程 他們去選擇自己 適合自己那天日程的依照 公司有一個叫做Educational Reimbursement Program 其實就是每一年 我們會最多可以reimbursed到一萬元美金 讓我們的同事其實會有更大的自由度 去到決定究竟他們自己想讀些什麼 或者去進修些什麼 我們由2015年 我們開始這些個人化的政策 到現在上面2017年 其實我們的Engagement Score 是升了40% 所以對管理層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認同 信樂的福利政策為及員工 成效顯著 我們又聽一下員工有什麼成就和感受 我去年拿了Empire of the Year的Award 獎就是公司贊助我去其他的分公司 去做交流 去哪個地方都是我自己選的 那我就選了我們屬家人的分公司 因為他們在我專業那邊 Digital Transformation 做得比較出色比較快 所以其實我就選了一個地方去做交流 雖然是短短一個星期我都學到很多東西 我就做Sales Reporting Sales Planning Forecasting 公司給了我的自由度 就是我可以Work from Home 要開會的時候就回公司開會 要不然我就可以在家裡很Focus地做我要做的事 要做好人才管理 不是說了就算 最重要都是針對員工需要 做好溝通和培訓工作 我覺得對一個同事來說最重要有兩個範疇 第一個範疇就是他的職業培訓 第二個就是他的事業拓展的機會 在職業培訓方面 其實有一些同事他會希望多一些訓練 多一些關於他的專業培訓 另一方面有一些同事他可能想多一些機會 去其他不同地方做事去吸收其他的經驗 雙方溝通很重要 這樣很多時候公司定了一些方向 同事要去Follow 但其實很多時候同事有些什麼看法 都需要告訴老闆或公司 這才是一個Win-Win